最完整的新 这个星期有计划要前往日本旅游的观众 可能要特别留意这样的讯息了 因为今年第十号台风山山 周三开始要影响日本 而且时间还有可能拉长 日本的气象厅怎么说的呢 一起来听听看 九州の西側の東中海を北上する可能性もある状況です 一方で東寄りの進路を通った場合には 九州の東側で西日本にかなり近づいてくる可能性もあるということで 非常に予想が難しくなっている状況になっています 台風の速度がですね 遅くなるというところが一つのポイントになります 動きが鈍くなって 長い時間 台風周辺の暖かく湿った空気が 本州付近に流入するような状況が 長くなるとそれだけ 雨量が多くなる可能性というのは 十分考えなきゃいけない 看起来这个山山台風 现在是来势凶凶 就连日本气象厅也严正已淡 我们要持续请照气象主播宣童的是 这山山台風 接下来的路径会怎么走 過去是不是有类似的台風路径跟它很像呢 詳細資訊来请教宣童 好 山山台風 虽然对于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很多人会在暑假的尾巴 去一趟日本来玩 那么你就要特别留意 尤其是航班上面的资讯 在前几天 山山台風 它其实就在太平洋这里 走得相当的缓慢 最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高压挡在它的上面 所以它走的速度相对比较慢 它无法去突破这个高压 但是在今天开始 它走的速度会开始加快 因为高压开始趋向于两边 一分为二 所以它会相对的比较靠近 东边的这高压的边缘来走 而以目前的预测路径 它会更往西的方向来做登陆 很多人都说 它跟这燕子台风 2018年的台风很像 但是实际上 我们看到2018年的燕子台风 当时同样是在西北太平洋 这边深沉之后 慢慢的一路往北 它是从大阪湾这边来登陆 所以为关西地区带来 非常严重的灾情 但是目前看起来 东边的这太平洋高压相对比较强 所以它会往西的方向来做登陆 目前最高的几率 它是会从这边来登陆的几率是最高的 目前看起来至少到70%以上 要特别留意的 就是因为它现在的预测路径 是从西南往东北来走 所以几乎全日本都会影响到 不止影响的范围变得比较广 甚至影响的时间也会拉长 从明年开始 就会开始逐渐的影响 甚至到了礼拜六礼拜日的时候 在关西一带的雨势和风势 也会持续的增大 而且它的强度目前是中度台风等级 还会再持续的增强 加齐 感觉这个台风真的是不容小觑 不过目前山山的路径 是不是直冲日本 那么我们会特别关注 当然是因为有很多观众朋友 旅游首选就是选择日本之外 这个台风非常特别 它发展的速度也很快 还有路径也是相当的严重的关注焦点 所以我们要继续请教选拖 好 没有错 这个山山台风虽然它看起来 对于台湾没有影响 但是要注意的是之前 这个燕子台风 我们说它们路径有一点相像 而燕子台风当时在北上的过程 也为整个东北部地区 像是我们的宜兰 有带来不少的灾情 有风狗浪 所以有卷走了6到7个人的民众 所以还是有影响性的 会有长浪 但是对于日本 当然影响性还是最大 我们来看到目前它的预测路径 就是会从九州 四国关系一路来影响 所以如果你要去到这里的话 要尤其留意影响的时间 相对变得比较长一点点 而现在日本的旅游达人 林士碧他也在脸书上面来分享 这个跟之前的燕子台风 非常的相似 当时燕子台风 从大阪湾进去之后 因为也造成了关系机场 旁边的这个邮轮 它有撞断这桥 所以导致这水 是有淹到关系机场里头 所以当时有很多的人 因此而受困在机场里面 有3000多名的旅客 2000多名的工作人员 都被死守在这里一天 而现在这个燕子台风 我们再帮大家来看一下 它甚至一度经过了 眼强的置换 有两颗台风 重新增强它的过程 而且还两度再次登陆神户室 所以大家也关心 有没有可能 这燕子台风跟山山台风 两个的威胁性是一样大的 我们要特别呼吁大家 这个山山台风 可能真的不容小觑 甚至它可能比燕子台风 影响的时间更长 影响的范围也更加的剧烈 毕竟到周末之前 大家都需要多加留意 好 但是现在在日本西商厅 预估山山台风的威力 有可能在没有明显减弱之下 会直扑日本 所以这项对雷掌带来的风雨 也是相当惊人的 专家也分析相关的原因 那么专家是怎么说的呢 再来请教宣童 好 我们知道这个山山台风 它其实已经是五朝元老了 跟我们之前的第八号台风悟空 有一点像 我们知道当台风 如果它在海面上深沉之后 它如果完全没有影响 任何的陆地的话 它就不会被除名 那么现在五朝元老 代表它前四次相对温柔 但是这一次真的不好说 这一次中台台风 珊珊它持续的往日本靠近 目前明天和后天 受影响的区域和天气会恶劣 从关西以及九州 四国这三个地方 都是它的首要威胁的地带 同时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 它的强度还在持续的增强当中 因为它的垂直风切是弱的 热含量也是高的 而且海水温度表面也是高的 我们来看到日本气象预报员 他们就讲说 西日本以南的地区 海面温度是来到了30度以上 这过去的气候平均值 至少高出了2到3度之多 所以都非常有利于它的发展 而且它在北上的过程当中 它如果它的中心 还没有碰触到日本的话 没有这个摩擦力的影响 它的强度就不会减弱 而我们现在也看到了 其实日本气象庭也在呼吁 这几个地方的民众要特别留意之外 甚至连JR他们也特别说 在山阳新干线 东日本新干线 会有全线或者是部分区间启动 预防性停止的状况 所以如果这几天你在日本的话 或者是你即将要去日本 都要特别留意航班上面的资讯 或者是在JR部分 干线也要特别注意 有没有可能因此而受到耽搁 佳琪 好 谢谢轩童带来的资讯 不过当然很多人说不去日本玩 也有人会去韩国玩 这个出游话题你一定要特别注意了 因为大韩航空宣布 这个月15号 该许不再提供经济舱旅客泡面了 因为他们发现最近的飞机 遇到乱流的频率好像越来越多 那么经济舱的座位比较小 那又加上泡面中的热水 如果溢出的话 可能会增加烧烫伤意外的发现 也因此他们决定暂停供应 在几万英尺的高空中 吃上一碗热乎乎的泡面 绝对是飞机上的一大享受 但大韩航空日前抛出新规定 让南韩民众炸锅了 大韩航空从这个月15号开始 不再提供泡面给经济舱的旅客 将用三明治热狗 披萨和热餐包来取代 航空公司给出的理由 是由于乱流频率的增加 经济舱走道太狭小 乘客座位太靠近 泡泡面需要用到的热水 恐怕会增加手烫伤意外发生 消息一处引发正反两派的口水战 有人认为因为气味的关系 早就希望航空公司停止提供泡面 不过也有人认为 为什么只针对经济舱的旅客 对此大韩航空声明中提到 航班在飞行途中乱流增加的次数 从2019年以来已经增加一倍 由于经济舱的泡面是好几杯一起上 乘客座位挤在一起 烫伤的风险才会更大 至于商务舱和头等舱的泡面 是个别上餐 汤汁洒出来的机会比较小 也因此可以继续享用免费泡面 TVB的新闻总和报道 不过讲到飞机航空业 最近也积极把永续工作 触及到更多地方 像是长荣航空就引进了 仿生鲨鱼皮的技术要帮飞机包膜 借此可以降低1%的人油消耗 预计每年可以节省至少 2500吨的航空燃油 华航限制现在机上的书籍 都改成电子化 目的就是减轻重量 沿着标顺线贴上仿生鲨鱼皮 优化飞机表面的气流导向 减少阻力 降低1%的燃油消耗 预计每年可以节省 至少2500吨的航空燃油 以及超过7800吨的碳排量 但我手上的这一张 就是仿生鲨鱼皮 而其实它有三种不同的厚度 还有两种不同的形式 工程师在贴膜的时候 会依照飞机不同的角度 还有尺寸来做选择 可以看到同一时间 有非常多的工程师 要进行操作 工法相当的反复 我们必须一块一块 一片一片的把它贴起来 然后这里总共会有 区分左右机身这样加起来 总共有64个区域去接起来 能够借由鲨鱼皮的业务 让各个航空公司 各个客户的飞机 来这里做维修的时候 能够除了做维修的工作以外 也能够执行这个鲨鱼皮的贴附 身为亚洲第一家 引进仿生鲨鱼皮技术的航空公司 目的也是希望创造更多的节能机会 2018年开始导入全新的787梦荒科技 787的话是当时是最环保节能的机种 它主要是因为使用大量的 纤维材质的复合材料 相较于传统的金属蒙皮的话 可以大幅的减低航机的重量 相较于它所替换的机种来讲的话 它可以节省超过20%的燃油效率 航空业持续朝永续经营 华航同样积极引进新机型 加入节省燃油 以同航程相比 A350-900平均油耗 到A330减少5% 碳排效率也优于777 约21% 为了减轻重量 机上书籍都走电子化 以云端书房提供服务 我想能源转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客题对航空业 尤其在升值燃油的添加 也就是所谓的SAF 这个的添加尤其对于未来 整个迈向2050净零碳排 它是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为 能够替代掉现有所谓实化的 Jet A1的燃油 它的减排效率可以 比之前的传统的 减低80%以上的碳排 同时也因为它的一些效能 它的燃油效能能够提升1.5%以上 永续航空燃料SAF是最具发展前景的节能项目 透过动物脂肪 使用过的食用油作为燃料替代品 去年我们也是业界首先的实际在载客的飞行当中 我们从新加坡飞回台北的过程当中 添加SAF燃油在实际营运 明年我们开始 会有蛮多的添加SAF燃油的这些计划 会在大量在全年去实施 那同样的民航主管机关 也会要求我们在明年 能够希望在我们台湾当地 就能够添加SAF燃油 那当然从这个开始的开启 一直到最终要达到2050进入 我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 不再受限地区让SAF燃油可以更广泛使用 而华航的节能永续工作 也贯彻到企业本身 这座300平的太阳能板 从2018年建制到2024年 总共创造了56万度的电 Q4还会再增加其他的场域 而到了2025年 整个太阳能板的建制量 将达到476千瓦 也就是每年的发电量 可以达到56万度电 园区建筑物荣获钻石级绿建筑标章 全年共计省下约2万3千度电 航空业为了达到2050进零排放 从日常节能优化机队 降低能源消耗 1点1滴逐步完善航空永续任务 TVBS新闻何将是单词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新闻台 2点1滴逐步完善航空